現在藍白河卡關請兵臨破絕 那如果破絕的話 你會不會對你的選情比較樂觀 是 我想再度重申 每逢任何一次的大選 國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國政藍圖 而不是政黨的企圖 因此對於藍白河 我還是那一個字 空 更何況是柯文哲主席前天才說過 他反對密室政治 結果言由在耳 他便示範起密室政治了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沒有必要 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也有說 您昨天才說不要密談政治 可是晚上就跟諸侯密會 那會不會覺得有點在自打臉 我也認為 我也昨天都跟朱里文講 我說我還是主張公開透明 免得人家說我們在喬什麼東西 所以一開始去我就表明 只要比賽規則是公開 公平公正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已經當場跟朱里文講清楚了 所以下次如果來見面就公開了 免得人家都以後我們在喬什麼東西 想問一下就是賴清德副總統有提到說 他看藍白河他認為這一句話就是空 怎麼看他的說法 民進黨政府這一系列來執政了那麼多年 看到的只有一個是他另外呢 為了選舉不斷的改變很多政策的方向 就是騙 現在六成民意都希望藍白合作 他把人民的聲音當作空氣 民進黨不是人貪騙 人民也要把黨作空氣沒聽到的空 所以真的是空是民進黨 貪騙空的民進黨 那怎麼看藍白合政黨協商昨天說要推動第三波的民主改革 那這樣也會影響到你未來的選舉策略嗎 好我相信自從選舉以來啊 社會大眾應該已經看到 我負責任的為了台灣的前途 提出完整的國政藍圖 我相信社會大眾應該也看到了藍白的企圖啦 今天藍白之所以談核 是因為不管藍或者是白 都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更像是聯合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 那至於昨天他們所謂的共識啊 我大概只有一句話 就是空 對我後續的競選活動不會有任何影響 怎麼看說陳吉東推農民保險 那怎麼看說柯文哲批它是大法幣 哇這柯文哲主席如果沒有講的話 大家還不知道他對國政完全不了解 因為他竟然把農民保險跟農業保險混為一談 那由此也可以中央看得出來 他對農民不關心 對農業也不支持 如果以柯文哲主席的口氣來判斷的話 難不成他要取消農保嗎 還是要取消農業保險 他必須要跟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大夫怎麼看藍白兩黨 曹總統進立院國情報告 那會覺得他們像政治分賞嗎 基本上因為憲法徵修條文第四條已經有明定 就是立法院在集會期間得邀請總統做國情之文 這個表示發動的機關是立法院 所以如果立法院有邀請的話 當然我一定會應立法院的邀請到立法院來 另外立法院的徵修條文也已經有明定 總統在做國情之文的時候 如果立法委員有希望進一步瞭解的地方 那總統也得就立法委員所希望瞭解的部分 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那這一些憲法或是法律有規定的部分 任何一個總統都應該要依照法令來進行 那之前之所以台灣總統沒有到立法院去進行國情之文 完全是因為立法院的朝委協商並沒有獲得一致 也從來沒有由立法院發出對總統的邀請 所以沒有辦法申請 所以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情諮詢 並且聽取國會議員的意見 其實這個憲法跟法律都已經有明定 這部分沒有問題 其實老實講 民進黨選舉出了這一招 他也沒有其他招 對不對 不然他回答說那個雞蛋嗎 要回答那個豬肉嗎 回答八十八槍爐渣案嗎 光電案嗎 他沒有條可以回答 他唯一的只有這一招 但是我也老實講 他每次說中共從1996年到現在 一向是民進黨最強的助選員 屢勢不爽 因為昨天去台南有講到這個強集中 可是你好像在地人想 你是認為什麼就幫他走過 第一條你說 陳其中那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什麼叫政治價值 不要為了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不要為了少數人利益犧牲多數利益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對那個農民來講 他說要開辦那個叫農民保險 就是說你不管 因為農產品很容易遇到颱風什麼的 意外事件造成價格暴跌 所以他想要建立一個叫農民保險就是說 你只要從事農業 真的有在從事農業 我會付你那個類似保證心 萬一那個農產品沒有什麼 要給你那個薪水 對農民來講一聽賬 不錯啊 因為他讓他有保障 可是我一聽你知道 他又是大傻幣 我跟你講 產業 一個產業如果沒有辦法做起來 永遠都是在 你想想看 如果讓整個 如果我們假設 我們有全國農業資料庫 我們有農地的那種資料庫 然後我們有合作社 甚至老實講 我當時很想做一直沒有時間做起來 我們的北農應該整個電商化 我們現在每天從中南部運菜上來 到了台北農產公司 然後再把那個 比方說高麗菜要剝掉 看什麼 然後再一天再產生40噸的有機垃圾再運出去 那你為什麼不在那個西樓 西樓設一個蔬菜處理廠 全部都弄好了包箱 那個盒子什麼東西 還不用紙箱應該改用塑膠的 然後電商就直接看一下送到哪一家餐廳哪一家去 不就好了嗎 這個你看 國家要真的做產業升級的工作 不要每次就是整個腦袋就只有發這個補貼 所以我老實講 昨天他一聽他說陳其中做人 我說我做得很爛 我說那個做得很爛 他問我為什麼 我說他的邏輯就是補貼政策 他沒有涉及產業的結構改變 所以他沒有辦法讓台灣真正解決問題 這也是我們現在現階段對民進黨最大的指控 你雞蛋補助了五億六千萬 你豬肉每一公斤補助六塊錢 請問對台灣的養豬業 對台灣的那個養雞業 有結構上的改變嗎 沒有 沒有 你補助那個私立大學每一個人三萬五千塊 你能夠防止未來十年四十家大學要關閉的命運嗎 沒有 所以我就很討厭這個 這個就是傻逼 就是這個關係就好 我們用醫學的名詞 每天在吃就累固醇 今天罵到這裡為止 I shouldn't wannaterm 湖 cm0 LuxemX 零 你們 J J